都當機了 怎麼查價錢呢 也沒有多少人查 才2500個人查就當機了 人家攝錦網站 50萬人再上都不會當機 沒有錯 歡迎常常上50萬人次的月齡哥 那個王子 那月齡哥像你看到這樣的實價 你有沒有感覺價差真的差太多 差很多 而且我一直心中有一個問號就是說 那所謂的實價 你怎麼知道那實價167是怎麼得出來的 因為交易的人 交易的賣方法賣掉以後 他的價錢那個實在性是OK的嗎 因為我們過去他有這種經驗啊 因為我買房也賣過房 沒有那個交易價 真的都是假的嗎 而且還要看各自的誤謊 因為有的人是為了爭取更好的房貸 的那個金額 所以會講好 價格拉高 甚至於這個是公開的秘密啊 所謂的假合約啊這種常做啊 所以我適合這個疑問 但是在講這個疑問 在解答這個疑問之前 我是想說 因為我以前很有經驗啊 我那個饒河街附近的房子 你曾經成功殺價很多 對 83坪全創83坪的房子 然後是一個阿伯 那個阿伯以前是銀行的董事 然後我去找他談 我問他說多少錢 因為我知道他太喜歡那個房子 因為我喜歡附近有夜市啊 菜市場很窮 對 對 吃素技能 方便性 生活技能很好 人氣要旺一點 我喜歡這藥跟排骨啊 對 你知道有錢的人 貴靠就是不一樣嗎 你要跟他殺價喔 他就是愛理不理啊 阿伯 到底多少 你要跟他拔暖 他跟我說一瓶 然後我就有點 唉唷 怕死了 60萬的話你 那83坪 那就848 就加進快5000萬了 對啊 然後我說阿伯 因為我們臉皮薄的 我們也說能不能 你說誰 沒有臉皮薄 喔 你聽到這個覺得很震驚 對 有點跟啊 跟你想像是不一樣 我是 在外表 外表冷漠內心火熱 我說阿伯能不能 便宜一點點 他那種感覺就是說 不然你如果買不起也沒關係 就不用買 我也不急著賣啊 對 要賣不賣的 對 然後我就 碰了一鼻子灰 就回家 回家午夜夢會 都一直夢到那個房子好舒適喔 因為我 都這樣子買不到會一直想 因為 因為我 因為我 因為我從小到大 沒有住過大坪樹的房子 所以我對這個大坪樹的房子 有一種憧憬 很像喔 有一種夢想 對 而且我覺得我跟阿伯 應該很有緣分才對 我總覺得 前世應該跟他有什麼牽連才對 所以過了三天以後呢 我又去找 又去拜訪 那阿伯依然喔 就是那個態度還是很堅決 他不會擠著賣就不好殺 他跟我說 你不信的話 你去問問樓上樓下看看啊 他這裡是不是一瓶六十萬啊 對 問這個會問得準嗎 樓上樓下 那他們一定都開一個高行情 對對對 第三次 我去 又去找阿伯 那阿伯一個人在客廳裡面喔 那個 喝高粱酒 然後配那個嘴邊肉 在那邊吃 好吃耶 然後幾杯黃湯下肚人 會比較感性一點 是是 我就先聊別的 想說比較 每次來都要談錢 很世俗 阿伯 聊聊一些日劇時代的 對 然後我說阿伯 你是為什麼要賣房子 因為我來了幾次 家裡面就只有他一個人 阿伯聽到我這個話 我這個問題以後呢 突然 煽然淚下 非常重來 好 我打 我解除他的新房了 阿伯就告訴我說 我怎麼可能一個人住這個房子 那是因為他兒子娶老婆 所以呢 他買的這個房子 只是希望說兒子跟媳婦跟他 一起住 對 沒有想到兒子不孝 蛤 在搬家的前一個禮拜呢 來通電話說 老婆不喜歡跟老人家住 喔 從這個話題開啟以後 他就講 小時候如何養育小孩 如何 兒子過最好的生活 開始為您打開心房 對 然後就一直臭罵兒子不孝 後來我就一直抓住他這個點 因為他一直罵兒子不孝 你也是罵兒子 對 我就說這個兒子真該死 那個打雷喔 這個已經打到他什麼這樣 那爸爸阿伯也說 對 你說得對 對 然後我就急轉直下 阿伯 我就發出感性的音調了 阿伯 這哪有啊 這是友談吧 阿伯 你兒子不孝 你把房子賣給我 讓玉玲來孝順你 好感人 你便宜賣給我 是 你為了殺戴也太不折手段了 阿伯也相信啊 你便宜賣給我 以後你隨時來 我也有一個房間 叫做敬老房 好 隨時 隨時這個大門為你敞開 你隨時來住 我跟我老婆服侍你 阿伯聽得榮心大悅好開心喔 對 然後說好 這樣年輕的 看你這麼誠懇 OK的 多離譜耶 60萬一毛錢不肯殺喔 對 到後來他跟我說 好啦 你如果真心喜歡喔 一口這麼 40萬給你 哇 60萬變40萬 對 一瓶差不多20萬 你80瓶耶 現賺1600 沒錯啊 然後 然後我最後實際成交的時候 他還給我Savis變39萬 他說 他說為什麼 他說 不吉利 對 這阿伯也太賺車了吧 80幾瓶的房子 還付兩個車位喔 對啊 車位不用錢喔 車位 他都 Savis啊 老實講喔 我後來才查出來 其實我當時的麻痺還不夠 阿伯 阿伯有錢到爆啊 你是西學庫耶喔 阿伯有一次 他有別的房子 有一次喝醉酒的時候 因為我後來知道他是銀行的董事 其實也是 後來我問他說阿伯 你怎麼吃好的 對 然後說喔 打開那個包包 你看我的存折 光是存折 好幾本 我只看一本而已 那存折就已經 兩億五千萬的現金 出現在銀行裡面 阿伯那天高粱酒真的喝太多 對 那從這故事也告訴我們 喔這個台灣的房價喔 真的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樣 沒錯 怎麼有辦法 60萬也可以 40萬說也可以 是 屋主不懂行情 沈玉琳意外撿到黃金屋 那個房子 然後就約定簽約 20年來 我因為記得那一幕 他的賓士高車 停在那個屋子門口 一下車 閉一閉咧 哇 哇 怎麼不一樣了 怎麼不一樣了 所以你只有從這邊 你是學他的是不是 玉琳哥你殺價的戰績 應該不只一筆 高粱那個是我的第三棟房子 我的第二棟房子 其實真傳奇 那時候我一個工作人員呢 他就租在呢 租房子租在 金華城 現在我們面對金華城 右手邊的金華公園那裡 金華公園那裡 那有一天他就哭上個臉說 他房東要把房子收回去 因為想要賣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房東呢 二十年前呢 買這個房子 然後此後呢 他就回了高雄 在高雄經營工廠 然後呢 那二十年來這房子都是出租給人家 是 然後都用電話聯絡 傳證聯絡這樣子 那從來呢 也沒來看過這個房子 喔 那 人不在台北就是 對 都在高雄 然後 可是不曉得哪天不知道怎麼樣了 因為工廠要移到大陸去了 想要把台灣的這些物業呢 都處理一下 是 然後就開價開了 那個房子將近快40坪 然後開價 開800 總價是880萬 是 那也不貴啊 很便宜 便宜到爆 對啊 那我那個工作人員告訴我 目的是說 希望我買下來 再租給他 買下來以後再租給他 對對對 所以上盤打得蠻精的 是是 然後我去看屋況也都不錯啊 但是老舊啦 因為差不多 可是說老舊大概就二十年 可是二十年的房子 可是還好啦 會有這種價錢 是 然後再三確認 真的房東講880萬 我才打電話給高雄的那個房東確認 有贏嗎 沒贏啦 他說我說 你是怎麼啦 就買了買了買了 買了怎麼你是沒有 他還瞧不起我 我說OK 就彈定了 然後就約定簽約 二十年來 他首次來到台北 那天我永遠記得 開了一台賓四六百 然後一下車 很大耶 二十年前的台北 那個地段是這樣 那時候鐵路還沒地下花 對 那個時候巴德路市民大道附近 說是平民庫也沒什麼兩樣 因為那個火車裡面的洞洞洞 對 烏蛇熏的黑黑的 而且很多老舊的房子 也沒金華城 更別說什麼公園 更別說什麼人行徒步區 我永遠記得那一幕 他的賓四交車 停在那個屋子門口 一下車 翻一面 哇 哇 怎麼不一樣了 不一樣了 到處這樣子 哇哇哇哇 然後覺得很 旁邊我都覺得很丟臉 說你敢做什麼好不好 大全哥今天有人 所以你就從那邊 你是學他的是不是 學他的教 大全哥今天你的梗都被人家講好了 對 太厲害 都沒工啊 都沒工啊 然後跟我 價格重彈 對 跟我說在旁邊的泡泡炸店 堅持重彈 然後我就咬死說 欸 這話裡面我們講成這樣了 講得好 對啊 不能反悔 他堅持要一千五 那當然我也自知理虧啦 我也沒有咬死說 非得八百八不可 因為不然他就 他就翻臉走人就好啦 因為一堆還沒錢 那我就還是跟他小語大意 說 你答應我在先 如今你現在跟他講成一千五 那我也只是一個 有為上進的年輕人 我也沒有準備那麼多錢 你現在沒辦法買我 啊我都跟我南部的 爸爸媽媽說好了 所以我買下來 要孝敬爸爸 又來 親自已走 那爸爸媽媽媽 已經殷切的期待了 對 失望了 那我就跟他翻臉不忍的感情嘛 因為他一直跟我強調說 啊你們台北人都是騙主啦 都騙人 我說拜託欸 我不是台北輪 我嘉義輪 嘉義人 欸他聽到嘉義兩個字 他有感覺了 又有感情 又有 他也是嘉義人 然後去高雄發展 很多 所以同鄉 他就說自己的啦 然後跟我嗆說 我們在社會沒有為名 沒有為你 我說為啥 拚一句阿沙利 有在看廣告 後來折中 就變成一千二 一千二其實還是我還是賺到 還是便宜啦 還是便宜啦 我記得我跟他親完約那天 我好爽 想翻清空宴的 要演示 可是爽的感覺 不能在面前顯露出來 一直到我都確認齁 在他視線範圍外 我就三婆四兩婆 大笑三生 對 一把年紀等走路 還會嘿嘿嘿 然後我覺得後面 你剛剛怎麼說你是有為的年輕人 後面沒有跟著 後面有兩個人 打扮像大全哥這樣 跑步在追我 你知道嗎 然後我也說是幹嘛 是有人要勒索我 還是怎麼樣 他們到處我肩膀說 沈先生 你的秘密 我們知道了 我就說 什麼秘密 他說 你是不是跟他成交了 一千二 這麼快就有人知道了 因為老實講 因為我個人講話蠻大聲的 所以我跟他 跑步跑大電的時候 我以為是秘密 結果整個店裡面都知道 而這兩個業務員 始終在旁邊 在那邊打大老二 所以他知道 他跟我講一個 令我多震撼的事情 然後沈先生 好 那個你現在馬上 給我們 轉手 轉手給我們 一千六 一千八 哇他願意 趕快賣 這邊才買進 這邊又可以賣 對 他就願意 才十分鐘賺 賣工作人員 不要理他 對啊 然後咧 我那時候很猶豫 我想說 哇賽 這簡直是買空賣空嘛 對啊 可是他就是因為 這樣子起了我的移動 哎呦 那表示這個房子 還是有潛力的喔 搞不好我再拖一段時間 更早 會更高 會更高 反正我就是用 一千二拿到的嘛 對 所以我就沒賣 然後呢 就繼續租給我那個工作人員 好 便宜租他 那邊的房租 可以到差不多四萬 三萬五左右 但是我就兩萬塊租給他 嚇我一跳 我想說你對自己的員工 也太可口 還騙他跟租他六萬喔 然後就這樣放了 放了三年 三年後再賣 其實三年後在 當時這兩個業務 應該也不是很內行 因為他當時 願意跟我開一千八嘛 對 其實我三年後再賣 也差不多一千八左右 那日齡哥 為什麼你的朋友 沒有得到你殺價的增盤 我那個朋友 他看那個房子 那時候 那個附近的行情 跟那個一開始他開價 也差不多 就一坪五十萬 然後他就去看 他的問題在哪裡 你知道嗎 剛剛我們一直不斷的 有討論到 就是閒貨才是買貨人 對 那你千萬不要喜新愚色 他一進去 在那邊挖挖挖挖 挖個屁啊 因為他就覺得這個房子很好 我水晶燈欸 他打開說 啊 有山啊 他就 我跟你講 破功了嘛 你就洩底露餡了嘛 那個房東 就在那邊冷眼旁邊 抓到很重 對 在那邊冷笑有沒有 都不用講二句 他就知道 你這個八婆 因為他們不親 他就知道 你這個八婆 很喜歡我這個房子 好啦 如果他其實要脫瘦就算了 很多人是說 因為他要移民啊 或者手上缺錢 大部分都把這樣講 對 碰到這種塊 偏偏你就碰到一個呢 他就是無所謂 房子太多了 反正處理一間呢 算一間 要給小孩 那個當創業用的 那不急 然後 不就五十萬嗎 我那朋友當然就依照 那個正常規矩 對 五十萬是吧 先從三十五萬開始 就跟他談了啦 這麼誇張 那我這個朋友講的三十五 我似乎深深觸怒了這個屋主 他就一直搖頭 他這種人 因為他家大業大的人 有種特質 他不會抓狂的 對 他也不會跟你在那邊動氣 他就 他不理你 他就冷笑 然後呢 我那朋友呢 也太急了 你三十五 你要心虛 那你不要馬上表現出來 人家哼哼兩聲就說 欸 那四十五好不好 哪有人這樣的啦 兩名三十五 兩名一家十五 我就是這樣子 他講完 又心不在意 又到處在那邊打開窗戶看 喔 真漂亮 哇 看破手 第一次沒談攏 第二次來齁 那個房東已經加價了 說這次齁 但是房東很好笑 五十你要不要加價 你加個五十五一幹嘛 比較有錢嘛 然後房東說 啊 這樣子好了啦 因為齁 其實我也不是記得要賣房子 不然這樣子好了 五十一啦 既然你這麼喜歡 要幹嘛啦 變五十一 然後這過沒多久 又來他就五十二 他再給他零十 你知道嗎 他故意的 故意慢慢玩他 後來 後來 是55萬